大家好,我是响哥 今天做一个非常好吃的凉拌三丝 首先准备一小把的粉丝 加温水,将粉丝泡透 再找一个胡萝卜 先切成薄片 再切成细丝 胡萝卜丝切好之后 放入凉水中 将胡萝卜丝稍微浸泡一会儿 泡发的海带 也切成细丝 锅中烧水 锅开之后下入海带丝 稍微的将海带丝烫一下 然后关火 再将海带丝捞出来 用凉水冲凉 然后放一旁将水控干净 泡好的粉丝稍微切短一点 再倒上海带丝 再倒上海带丝 泡好的胡萝卜丝 加少许的白糖 盐 一点点的鸡粉 可以少加一点点的味精 倒一点香油 生抽 加一点香醋 再来一点葱油 最后倒上蜜汁的红油 用手抓拌均匀 你可以适当地加一点葱丝 或者芥末油 这样的味道会更好 拌匀之后装盘即可 凉拌三丝做好 请大家参考 大家好 今天做的凉拌三丝 你学会了吗 也可以加一些葱丝 或者芥末油 非常的好吃 喜欢就赶紧试试吧 咱们下期再见